手機號碼的時候 如果說你預設子有沒有 它前面0都會自動幫你去掉 為什麼 因為它預設只是數字 數字前面不可能有0嘛 那你要怎麼辦 解決這個問題就是 你要把它格式裡面把它改成文字 文字之後呢 就0就會保留下來 因為文字裡面是允許前面開頭的0 但是數字是不行 也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同類似的道理 就是說它現在是一個 這個數字 要丟給它 它就會產生錯誤 那有個方法就是 轉換格式 那這個地方 我們如果要轉換格式的話 可以在這邊給它一個函數 CSTR 刮核 然後後面一個後刮核 把它轉換成為這個 轉換成為這個字串 這個還有錯誤 點什麼呢 點TEST 點TEST 然後這樣子丟給它 就OK了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 如果說我今天要把 原來是這個數字 它裡面本來是一個 integer 數值 轉換成為什麼呢 字串的話 可以在這個前面加到什麼 C STR C的話 原則上你可以這樣寄啦 就是Change 就是改變成為 STR 就是改變成為 智串 把這個 數值轉換成為 智串 可以用 CSTR 那當然 相反的 如果說裡面 假如說本來是 智串的 是文字的 你要把它轉換成為 數值的話 另外當然還有一個是 一個 函數叫什麼 Cint Cint 它就是剛好相反 把原來裡面的 智串轉換為 數值 就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這樣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就是說 轉換之後呢 要丟回去給它 我們試試看 第一個的話 我就選擇什麼 選擇 我要的Pizza類型 Pizza類型 我們第一次執行 一樣比較慢一點點 那這邊的話 我就先選擇牛肉 數量 我選擇五個 按選擇 0 是什麼呢 像這種狀況 我們再回頭這邊來看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 你要除錯 上次同學都有 猶豫過 那我們其實 我有交過一個方式 中段點 中段點就是 在灰色地帶等一下 會有一個小紅點 這個小紅點 這個小紅點就是說 你程式到底不知道 錯在哪裡的時候 你可以用小紅點 點一下小紅點之後的話 再做一次選擇 那你會發現呢 程式就會跑到這裡 停掉 它也就是說 可以逐行 一步一步 讓你看到 程式怎麼寫的 這個方法 對於除錯 非常有幫助 那在PHP 或者在ASB裡面 目前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所以 以前在除錯 真的很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很快 為什麼 我要知道說哪裡有錯 我就可以 停在這裡就表示 現在程式 一行 那我想要執行下一行 怎麼 這邊有沒有check 有沒有 你要不要停在這裡 現在check 有沒有 沒有 所以它沒有打勾